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介绍系统的十五大生存法则的第九个 界定系统的职责 这个法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其实蕴含了深刻的实践智慧 大家耐心看完 在一个社会系统里面 要界定清楚系统的职责 就意味着需要在决策和行为 行为和结果 结果和责任与风险之间建立反馈回路 越是清晰的反馈回路 越有助于增强系统的韧性和适应力 降低系统性的风险 这个怎么理解呢 比如飞行员位于飞机的头部 飞行员的每一个决策都会反映到自己的行为上 而自己可以马上感受到行为的结果 同时对于结果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毕竟飞机有任何问题 飞行员是第一责任人 飞行员的风险当然也是最大的 这就是在决策、行为、结果和责任与风险之间 建立了反馈回路 飞行员和整个飞行系统是高度绑定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飞行系统的风险 同样如果统治者可以公开发动战争 那么他就必须自己带领着队伍去前线 如果企业要排放污水 那么他们家的进水口就必须在水流的下游 如果要知道别人买一个投资产品 那么自己也需要参与其中 界定系统的职责这看起来很容易 但是其实是非常难的 而且充满了实践智慧 在黑天鹅的作者尼古拉斯塔勒布的 《非对称风险》里面就阐述了这种机制 他提出了一种风险共担的机制 在三千多年前 人类第一部沉稳的法典 汉莫拉比法典里面就有很多类似的条款 比如建筑师替别人修建房屋 如果房屋的主人的孩子 因为房屋倒塌而丧生了 那么建筑师的孩子也要为此付出生命 比如挖别人的眼睛的人 也要被挖出眼睛 打断别人的骨头的人 也要被打断骨头 这种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做法 正是体现了风险共担的精神 你可能说这是不是过于残忍了 但是现实世界可能比这更残忍一万倍 而污的冲突今天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 因为战争流离失所 甚至在战争中牺牲的人 其实不计其数 但是那些发动战争的人 可以高枕无忧毫发无损 甚至那些鼓吹战争 散风点火的人 还因此发了战争财 2008年金融危机刚刚发生之后 一方面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 救助了那些快要破产的大的金融机构 另外一方面 自领金融政策的高管们 继续领着高额的奖金 本应该用这些高管承担的风险 都转移到了普通人的身上 这被塔勒布称之为非对称风险 非对称风险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系统里面 如果责任和风险出现了极不对称性 那么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系统性的风险 比如有统计显示 金融危机的爆发周期 大约是每十年一次 而金融高管们的奖金 是每年发一次 那非对称风险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导致系统性的风险呢 因为在一个系统里面 如果一个人可以不断的转嫁风险 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为所欲为 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 但实际上一个系统的风险 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也就是说转嫁风险 很容易导致风险的累积 因为制造风险的人 感知不到风险 而感知到风险的人 无法决策 所以风险就会在 无形中不断的累积 直到全面的爆发 就像一个小孩 如果每次犯错 都有父母在后面的兜底 帮他解决问题 实际上父母帮小孩 承担了责任和风险 那么小孩就感知不到风险 他会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冒险 直到有一天闯出大祸 就像我们今天 不断的破坏大战的行为一样 我们每个人 几乎都不能马上感知到风险 但是破坏自然的风险 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不断的累积 直到环境问题 变得无法解决 那我们更进一步 为什么会导致权力和责任 决策和风险之间的分离呢 这其实是社会分工 不断细化导致的 全责分离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会带来效率的提升 这在另外一个层面上 看得好像是 促进了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 就像在一个企业里面 管理者不需要参与实践 在施工的现场 指挥的人不需要参与做事 分工细化 可以让每个人 更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 从而可以在整体上 提升社会的生产力 和生产效率 这对于创造更丰富的物质来说 有积极的一面 但是全责分离的负面影响就是 权力和责任 会呈现出不对称性 就像我们前面说 有权力决策的人 无法感知到风险 能感知到风险的人 无法参与决策 所以就会导致潜在的风险 无法被及时的消除 会不断的累积 在今天的社会 很多情况下就是这样的 参与决策的 一般不参与执行 参与执行的 不能马上看到结果 能看到结果 也不一定能马上感知到风险 就像今天的你可以大吃大喝 即使满足 但是这些风险 需要老年的你去承担一样 前面我们介绍了 一个系统的反馈回路 往往存在延时 一个系统的风险 并不是马上就能够显现的 但是大部分的风险 并不会凭空消失 只会在你看不到的 另外一个地方 不断的累积 直到爆发的时候 已经无法控制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 100本精品书单 和100位哲学家的思维导图 私信我 免费送给你